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繼續跟大家追擊一下梅啟明和梅媽 梅媽入了醫院 但不知道為什麼傳媒可以問到她很多東西 是呀 為什麼呢? 她問到她旁邊 究竟如何入了醫院 好像現在也不讓探病 這麼容易嗎? 你又不是親屬又不是什麼 所以我對於報紙的梅媽入院後 回應的一切是有點半信半疑 一個問號 另外有些人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百變的梅艷芳和不變的梅媽母子》 就說說她兩母子的東西 其實也有很多奇怪 而且你看得多某些Youtube的題材 它又會彈一些附近的東西給你看 很有趣 蘋果在2016年左右 大概這個時間 當時原來梅媽破產 她那時候原來用四萬多元租了跑馬地 一個地方半年沒得交租 這麼嚴重? 然後撿達理就去清潔她的東西 收樓 收樓就趕她離開 是 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會看到梅艷芳和她哥哥 有多差 很奇怪的 給你二十萬一個月 開頭七萬 然後搞價二十萬 你有沒有想過 為何梅艷芳不留一間屋給她的老母子呢? 這件事我絕對有理由相信 真的不想利益他們 是 我自己覺得 純粹是個人感覺 可能有人覺得 你認不認同也好 純粹是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梅艷芳想著梅艷芳都一百年多了 你租樓 租了多少年 特地置業給她 不如租樓算吧 如果那間屋是你的 那你過世後就留給她的兒子 她只有一個兒子 最嚴重的是什麼? 我另一個看法就是 如果把房子過了給梅艷芳 舉例 轉頭 梅艷芳很疼愛兒子 對 一會兒子說 媽媽沒有錢 賣了她 媽媽不如把她當作用嗎 或者拿她租給別人 最害怕她不是拿去賣 你賣了之後就變成一塊錢 抵押 抵押 要還的 沒有錢還 那倒是 你輸了 你拿幾百萬東西抵押 我家裡有一層樓 待會兒子 就算管他不住 就算那層樓不是屬於他本人的名字 他有的時候 他有的時候 他可以壓得到 很多人都會相信 還有 每個人都知道梅艷芳很疼愛兒子 一會兒子可能在後面不停在洗腦 有意無意 或者說 怎樣也好 你快點 我不行了 我欠了幾百萬 媽媽你快點押了層樓 可能是這樣的 他媽媽真的押了層樓 給了幾百萬 然後到時候沒有錢還 就像那次打乾才沒有錢 被人要清 弄到破產 那時候真的麻煩了 大家在說這些事之前 先給個like 我們繼續搜羅這些資料 說一下這件事是如何 安眉媽現在在醫院裡面 很多人都要問他 很多網友都估計 是不是人之將死 奇言也善 說了很多說話 雖然難倒又貪錢 但上天給她的懲罰 其實也很大 兩個女兒早死了一個兒子就死了 正當個仆街仔梅啟明 死不去了 人生痛苦 孤獨到98歲 想起梅艷芳初出道的時候 直言經常笑著提及他媽媽 梅媽沒有好好珍惜這個孝順女 子女那麼早就離開 都是折磨 現在每天都撐著 妹姐的歌 永遠懷念她 有些粉絲就說 有些人就說 究竟梅媽是否回光反照 為什麼突然間 突然間說 突然間說 他搞了那些事我不知道 他搞了多少事是他的 我跟他根本沒有關係 但也有人說 究竟會不會是扯貓 做壞人的那個就扮貓 但我真心覺得 梅媽98歲 錢不錢 她弄了這麼多年 你說她很富有 但你看她 你看看蘋果2016年 但蘋果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會彈給我看 那時候拍完她的視頻 是2016年的時候 她清除她 我覺得這個人是不懂得用錢的 嗯 你需要租跑馬地嗎 四萬多元 租 他一直都是過過一些 很奢華的生活 是奢華富豪級的享受 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不是真的小時候窮 沒有錢 然後到有能力 叫做有錢 要威 女兒出人頭地的時候 就要過一些很好的 就是有一個反差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 啊 然後有些親戚說 梅媽媽自己說 天下間這麼大 一定有地方住 有親戚說 現在找到銅鑼灣二萬八 嘩 二萬八就算是現在 不要說五六年前 香港也有很多房子 住得到 二萬八 萬四也住得到 她也不會跟你節省 她就是 之前是在跑馬地搬出來的 四萬多元 其實看得出這個人 其實是不太懂得理財 那對啦 如果梅艷芳沒有給他們一層物業 沒有東西給你押 你說到梅媽 這樣說兒子 這些叫做財迷心肖 那你要打官司 我們找到內地 有一篇新聞 說這些所謂的商標 是 那個商標究竟 你梅啟明是否真的可以用得到 因為有律師說過 其實你這個就是內地自負的鑰匙 嘩 這條鑰匙能打得響嗎 因為在東澳金牌得主 那位叫全紅蟬 沒錯 那位很厲害跳水的妹妹 有人是用商標註冊的 註冊的人反而被罰了錢 當然啦 這麼容易 你猜真的 大家都明白 有些人 我不知道 就是餵眼的 眼睛很厲害 估計這個人或這個名字 預計會賺到錢 炒得到紅 是嗎 先做了 是嗎 是 當然啦 那你以為你這樣就發達了 那條鑰匙你拿著 在內地 是否容易被你過得到 不是 其實只是這樣說 真的 以前曾經有人跟我吹水 說這些話 香港那麼多網絡人 我相信他很紅 但我不相信他有幫自己的名字 做商標註冊 其實有些東西 每個人都可以用 譬如五仔 五公子 姜嶺樂 大J 少波子 這些名字 我全部註冊了他 我一會兒問你拿錢 是不是 這些東西不是你獨有的 我也有大J 是不是這樣意思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真的這樣想 究竟行不行 曾經在東奧中的 傳紅蟬 十四歲 很厲害 有些人真的進行惡意商標註冊 而立案調查 最後那個人被罰了五萬人民幣 真可憐 他註冊了六十五件商品和服務 好熟 好像 看誰 什麼都要了 他再誇張一點 日用化工、電子設備、服裝、鞋、帽、食品、調味 說調味也有 廣告商多過範疇 和你註冊 最後是被罰錢的 但是兩體 這個傳紅蟬 你註冊的那個是阿茅阿秀 這個就是梅芳大佬 但是你看到他不留一層物業給他們 可想而知 就是怎樣也不想利用他 一毫子都不利用他 但是那個混蛋竟敢說 阿妹就欠過太多了 他離譜的 是的 離譜的 但是內地用一個什麼說法去說 他不應該要罰這個錢 因為你不可以拿別人這個名字 來做一個註冊商標 其實內地也說得很清楚 說到因為 本身傳紅蟬 是較高知名度 和社會正面影響力的公眾人物 這樣 你只是這個點 你以為你是他哥哥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還有我想法官也會看看你們的關係 看看你們打官司的 平時打成怎樣輸成怎樣 這個也會看的 但奇怪一件事就是 飛龍昨天提到 葉敏也會找葉準 有沒有真的沒有問過 原來有些粉絲 找回梅艷芳這套電影 原來是曾經找過梅媽做顧問的 這樣 問過嗎 有的 原來那些資料就說 當時梅媽說 錢是其次 最重要是不要拍衰 所以我也可以看得到一件事 什麼事 梅媽一直在這套電影 出了到出 當然你說 她進了醫院不說這些 沒有怎樣出聲 不會說 你拿我女兒來做招牌給我 有沒有分錢給我 沒有 她沒有說過 為甚麼 跟她聊天 聊天 先聊天 資料顯示 2018年3月 有報章子 安樂電影 正準備年中開拍梅艷芳傳奇 當時的名字是這樣的 不是用梅艷芳三日子 打算找梅媽做顧問 為電影提供資料 當時這個報章子的記者 打給梅媽 確實的而且確千真萬確有這件事 在2018年3月 而梅媽坦然開出條件 內容不可以有侮辱 噗噗 和負面的事情出現 可能就是這樣 就沒有了她的母子 她說我不是沒飯開 錢是其次 最重要是不要拍衰我女兒 當時梅艷芳這套電影 是這樣跟梅媽溝通 梅媽是這樣說的 但不要拍衰我女兒 阿哥現在都蠻壞的 都蠻壞的 難怪她媽媽這樣說 對答當中頗看重 頗重視她女兒的明星 對於電影公司是否有聯絡梅媽 有關方面表示不願回應 言談間梅媽更表示 只要答應她開出的條件 就會承諾幫手提供資料 梅媽強調 梅艷芳三個字 我已經註冊了 我已經註冊了 當時她這樣說 跟梅啟明所言是吻合的 當進一步翻查註冊署的資料 梅啟明2004年是成功註冊的 但刑期就是20 即那個戒滿期就是2024年 這樣 所以就 但是說到梅艷芳這三個字 跟電影有關的申請 是在2018年才入址 但是那時候就還未批 哦 怎樣呢 電影 梅艷芳 大賣 半個月破四千萬 傳來消息 就搞這些商標問題 那樣 作者就說 看到這樣的新聞 其實是有些意外的 意外的不是 梅啟明和梅媽 意圖割韭菜 想和電影公司共同富裕 而是 安樂電影原來 是沒有超前去部署這件事 她說在開拍前 跟兩位遺產界兩火天王巨星談談 那不是的 梅媽知道 但是梅啟明好像現在又發難 其實 她說你只要了解一下 她這對人的皮性 應該先要做了一個部署 就是應付她們 更何況 她說人家根本在三年前 已經事先張揚華 打開口牌 據《蘋果日報》 很厲害找到《蘋果日報》 當年2018年3月21日 梅媽是有做顧問的 有的 說到剛才那些 不要拍我女兒的事 她說錢是其次 那維護自己的權利 是最重要的 他們加上了一百七十歲 至今 現在不屈不撓地搞維權 收割 這是什麼價值觀教育協會 她的委員 說得沒錯 他們上一代果然是非常勤勞 進取 絕不躺平 就是這樣說 去到這個位置 都不會跟你算數 對於梅媽母子來說 梅艷芳全副身家自古以來 都是他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切 梅艷芳留下的東西 不理是有形還是無形 她倆人其實認為 都是自己全部擁有管治權 遺產的完整性 不容許侵犯和挑戰 其實是相差很多 對呀 所以為什麼人們說是回光反照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梅媽 你跟梅啟明應該是同一陣線 難聽說的一口一口 有其母必有其子 沒錯 如果梅艷芳有骨灰饅頭的話 他們兩個都會用來吃 吃到盡點 對 豈容外人分甘同味 梅媽多年來寸甘必爭 不斷打官司打官司打官司 訴訟費從哪裏來呢 答案就是內循環 就是梅艷芳的遺產 欠她的產 結果是律師笑到最後 所以你想想多無謂 她還是想多拿一點 到最後 又拿不到原先那個餅 還要被人分掉 好 我們再找一下 她究竟 合了梅艷芳有多少東西 為了要知道她拿了多少 原來梅艷芳的遺產管理人 在2009年和2011年 出售了她在倫敦的物業 和拍賣了43件珠寶 分別套現了500多萬現金 和681萬港幣 美妻仍然不夠花 然後梅艷芳的物業 遺物逐一變賣 最後連第三庫都拿去賣 為了堅決維護 對梅姐的遺產主權 梅媽寧願 使用遺產信託基金的錢 攬炒地 攬炒地 所以為何會令她當時 說租房租都要被人趕走 為何會破產 因為她說她很有鬥志 總之要拿到 其實自己越來越少 本身那塊錢是很好的 但越搞就越壞 這是一年之差 明明那個餅很大 慢慢撕給你吃 是教你吃過世之餘 是的 她覺得不行 你一次要給我一塊餅才行 到最後連餅碎也沒有 唉真是 很苦 聽到這麼沒人性的事情 她倆就自己慢慢在 研究一下 過癮 不過是這麼說的 梅媽這一下子 給人感覺上是否真是 正所謂坊間所說的 是否真是回光反照 突然看通了所有事情 我又覺得 可能到她活到這個年紀 都98 還有些什麼很爭 錢也不是重點 真是難得 她也算是這樣的 活到98 好 那我們看看 兒生仔現在怎樣 兒生仔 剛才那些是無情無意 我們再說一些有情有意 潘文浩 再次受到這個訪問 原來 不是看兩次了 她的電影 足足看了三次 她說第一次的感覺難以形容 長期處於想哭和哭不出之間 看第二次 第三次都有不同的感覺 有很多地方都很感動 當見到媽媽和姨姨在舞台表演 她忍不住哭出來 她可以親眼看到她兩個 這個寶貴的姨姨情 她是小時候看不到的 她說媽媽走的時候 即梅愛芳走的時候 她是七歲而已 姨姨走的時候她十一歲 我不在她身邊 有一天 她跟黃丹妮談了一個電話 當時她在香港戲院借票 透過視像說了幾句 她戴著口罩眼神 她很像姨姨 那時候她很感動 有機會想跟她真人聊幾句 原來是車淑梅 訪問她 她說你現在是否一直都在溫哥華 這個兒子 其實六年級開始在這邊生活 當她知道有這套電影 她一定要看 裡面一定說了很多 媽媽和阿姨的事 爸爸弟弟弟也有看 印象中梅愛芳是一個很稱職的媽媽 很用心教她和弟弟 腦海裡很難想像有一個罵過她們的畫面 她是一個很積極樂觀的人 遇到什麼都笑著面對 正如電影情節一樣 阿姨這個人是很直的 很堅強的人 她很喜歡開玩笑 令身邊的人開心 時時刻刻都為人設想 小時候有點害怕她 因為她的聲音很有能力 以及很威嚴 就是梅姐的人 有沒有被她罵過 她就不記得了 但她真的覺得她很兇 她有點害怕她 因為她知道她是大明星 她是一個不會放棄的人 電影中她說 只要有信心 世上是沒有難事 這句是她生命告訴我們 車淑梅說 你知不知道阿姨一直都在找你們 她說她只在這一段時間才知道 她說當年她們不在香港 不知道她有找過她們 如果知道 爸爸一定會帶同弟弟去見她 所以當我們知道她一直有心找她們 她說臨終前一個心願 她覺得很難過 她現在大過了 可以幫她完成心願 即是她可以找回我們 其實這兩三年 她說有跟伊伊的粉絲聯繫 才知道有這套電影 那 就第一時間看 那 近方 原來這個兒子已經是28歲 有女朋友但未結婚 現在就做一些IT的工作 弟弟都很好 她都是做一些IT電影後期的事情 爸爸又不錯 身體都很好 很健康 就說想回香港 如果可以的話 她說這半年內會回來 上次2017年回過一次 她說今次會回來探外婆 因為都98歲了 就想看看她 她說身為媽媽和阿姨的新一代 有什麼感覺 她說其實當我知道 有這麼多人掛念她們 她很感動 做媽媽的兒子 阿姨的兒生 有一種壓力 她說很想像她們這樣 很想學會她們的生活態度 處世方法 因為很堅強、很積極、很樂觀 還有車屬梅再問她 你們在Facebook中文寫得很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她說一直在溫哥懷會看無線 幫無線宣傳 她有字幕 所以她記得明天會看第四次梅艷芳 經常看 隔幾天看一次 看到落畫為止 因為每一次的感覺都很不同 她覺得尿子瑜很像她媽媽 她說特別是短頭髮的時候 她說很多時候會看回以前的照片 三次看到都流了眼淚 看到阿姨探媽媽的一段 在病床那裡 她說在媽媽的病床上 有一張看到我和弟弟的照片 她看著那裡 不知道是否 她看著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著我們長大的一句話 她聽到很難過 很遺憾 她不可以看到我們成長 但是想跟媽媽說 她說在天上一直看著我和弟弟 我們不可以做一些事令你失望 我會好好地生活下去 她說阿姨那種精神 將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給了歌迷 音樂、舞台 遺憾她沒有結婚 最終嫁給了舞台和大家 她這個態度很值得大家敬佩 我希望她知道現在還有很多人 繼續愛她、懷念她 我要跟電影團隊說 是多謝你們的 這段時間到處都有疫情 要為大家打氣 電影帶出很多正能量和態度 值得我們學習和很感謝他們 你看看這些人說的話 我其實擔心一件事 純粹說一下 可能我自己擔心過分憂慮 如果他們真的回來香港 應該是他舅父 大舅父 會不會過來刮你們 又不知想握你們 又不知想握你們 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看到有親情和沒有親情的分別嗎 那種感覺呢 一邊純粹為淺 淺 現實社會 這些真是現實社會主義 另一邊 這些真是親情溫情行先 對 說到我都真的 為何分別差那麼遠 有一個其實 對他們十多年 對阿姨 我也很害怕他們小時候 那你妹妹從小到大 哇 你老闆 你真是 簡直是 對 唉 唉 唉 就是一個 就 真的從小到大 真的親到沒有那麼親 真的親妹妹 對 一個 就真的 不愛特別親 阿姨 但是 也有這麼厚的感情 對 有時候 看到人性 人性 那種萬惡 的金錢 唉 真的令到他們 都失控了 唉 真的 阿妹那些事你沒有付出過 梅啟明 是啊 你幹什麼 不是 那車淑梅問他 有什麼要對媽媽和阿姨 有什麼承諾 他兒生仔就說 要好好地成長 好像他對自己 和身邊的人一樣 阿姨說過 希望有一晚 大家吃完飯 出去看著一顆星 會記得他 一個曾經為我們 帶來少少歡樂的朋友 會記住他的 名字叫梅艷芳 我會一直一直記住他們 永遠永遠以他為榮 最後補充過 其實我和弟弟很想 多謝阿姨 留給我們的教學基金 讓我們可以順順利利 讀完大學 現在有一份好的工作 嗯 這些就是感恩 對 感恩 人家養了你這麼多年 梅啟明 阿妹 欠我太多了 一句多謝感激都沒有 還要拿出來說 剩下一滴 我都要把他拿 唉 真是神經 不懂得說 我覺得令人悲傷 很悲傷 我經常都說 有比較就有傷害 有比較就有傷害 你看那個比較 這麼年輕的人 你說 這麼表面也好 真心也好 至少人家說出來的說話 是令人安慰 是 是 人話 你老美那人說出來 是人話 是 大哥 拿完一滴都要有 我都要告到他 他震 哈哈 怎麼了 就是 你 在這麼多年裡 你所得的東西 穿的東西 全部都是阿妹給我 對 全部都是阿妹給我 你沒有感恩我都算 哈哈 是嗎 餘生仔又感恩 你還要拿出來數 即是說謙虛 哇 你這麼說話都說出來的時候 不如他去炮訣 炮訣好 炮訣好 真的 見到眼淵 那時候那張照片 在街上打羅打鼓 是呀 是呀 拉了BAN 又說還我血汗錢的朋友 血汗錢 也不知道血在哪裡 也不知道是誰的錢 有時候 嚇死人 又說朋友謀財害命 是呀 那時候又說 他跟媽媽一起在那裡說 那些信託基金 全部是魔鬼吸血鬼 什麼鬼鬼鬼 無論如何都好 錢不是你們的 就不要這樣去貪法 最後大家看到結果就是 那些錢他們有多少是享受了 有多少是因為他們用來鬥了 然後在中間無形之間流失了 自己想 即是值不值得這些事情 對 在內卷 對呀 你在那裡打官司的錢 那些錢就給了律師 難聽說是給了別人的錢 這是正常的 那你不去打官司 安分手機 我當你是 你說要多拿一些生活費 OK 那你就拿 拿完之後 你還要貪得無言在那裡搞 不停在那裡搞 那些錢 其實可以用多了幾多個月 甚至乎用多了幾多年 用多多少年 自己可以想 是 幾萬元至二十萬一個月不等 即是你在香港 就算這一刻 這個環境 也是超級富有 是 又有工人 又有地方住 大哥還說有六隻狗 兩個老婆 你想怎樣 大哥 李先生 我經常都用 李嘉誠先生 隨時都沒有覺得你這麼好 人家都是粗茶 但飯口簡單一天 簡單單單過一天 你不是像你這樣 洗腳不抹腳 離譜 唉 看到這些新聞 真是悲哀 是 有比較有傷害 這個足足是一個大比較 也好 我估計梅啟明 我估計是不知道的 希望法庭不要把那些事情判給他 然後梅媽過了身後 他這個人 我相信就要拿工換 是嗎 他是沒有生產能力的 不要緊 我又不介意 我又去到他這樣想 梅媽都九十八 我不知道 如果有錢可以養他 就養他 但他大哥 我就覺得算了 你自己走 你自己想辦法賺錢 你不要搞了 那些事情 不關你的事 去內地看看哪個山區有黑熊 餵了他 唉 我是這樣想 餵了狗也可以 沒錯 那些人就由他自己自生自滅 沒錯 人性的光輝 人性的光輝 好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財失儀 沒錯 我們是人來的 我們不是這些垃圾 好 下次跟大家說說其他新聞 拜拜